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是讲所谓癌症治疗的问候治疗吧 大家最近都为了一个问题老是来问过 说这个亲戚能不能治疗癌症 我说这个问题你问得太有点直接了 我到现在为止我从来没有讲亲戚会治疗癌症 我说亲戚是一个抗氧化剂抗炎症剂 它能够辅助治疗 因此我到现在为止我从来都把认为 都把这个亲戚卸热 转为我们癌症治疗的一个辅助的时段 如果你已经接受了开刀 接受了放疗和化疗 假设你为了防止复发 假设你为了改善复 提高它的身后质量 要不然它的复反应 也许亲戚卸热是很有满足的 那么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叫《亲戚空癌》 在这本书上我记载了82个病患者 这82个患者都是那些惋惜的 失去了其他治疗希望的一些患者 最近呢大概有70%的患者 经过亲戚卸热几个月以后 它的病情得到了缓解 三分之一的患者呀 肿瘤甚至明显的减小了 这边我给它很振奋 当然亲戚下的研究 还是一个婴儿阶段 我们对癌症的治疗刚刚开始 所以最近我在美国做报告的时候 我反复的强调 这是一个开始 但是也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我希望以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也许未来亲戚在癌症的治疗当中 是一个良好的中户水中的 治疗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谢谢